旁邊比較好看 救護人員抵達國道一號 受傷的女乘客 在旁人摻扶下坐上救護車 稍早車內還有另外一名女乘客 更是被拋飛車外 靠在中央分隔島 62歲的成型女乘客 車禍瞬間被甩出車外 雙腳踝一絲骨折 頭部斜腫 幸好意識清楚 緊急送往醫院 白色進口修旅車 車頭整個撞爛 凹陷 地上都是殘骸 高速行駛狀況下 直接撞上的是 濃縮的工程車 造成故意受傷 修旅車暫時被拖掉到 國道警察交通分隊 擋風玻璃撞破一個大洞 引擎蓋上還有血跡 而被他撞上的工程車 尾端的防撞架 雖然發揮了效用 吸收了高速撞擊力道 車體本身毫髮無傷 但要價大約150萬的防撞架 向紙河擠壓扭曲整個報廢 工程車38歲的王姓駕駛 也因此受傷 那時候我們是在做什麼工程 沒有 車禍地點在國道1號北上 靠近斗南地棒站 造勢的修旅車駕駛 47歲的侯姓男子 20號早上10點多 車上載著4名女乘客 結果衝撞了工程車 會發生車禍 又是因為這種駕駛行為惹了貨 經初步調查 駕駛湖南有開啟 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而造勢 各車駕駛人皆無飲酒情形 國道警方補充 光是去年因為未注意車前 狀況發生的車禍件數 就有9706件 再次強調 自動駕駛或緊急煞車系統 都只是輔助路上狀況多 還是得靠自己最保險